中国西北的大雪和特冷的气温已经造成一人死亡 以及迫使数千人撤出他们的住家 中国官方表示他们已经派发了5000顶帐篷 1万件大衣,1万床被子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该地多数人是维吾尔穆斯林 该地区已经经历了长达一周的冷空气 而最近一次的暴风雪的吹袭也损坏了800户人家 政府表示在该地区已经分配了相当于220万美元的救灾物资